这是一个在外网播放量高达2亿的视频 感动了无数人 法庭上一位女子正在接受老法官卡普利奥的质询 五张罚单只交了两个罚款 还有三个罚款没有绞轻 她可能面临更严重的惩罚 听到要被严惩了 女子直接哭了 她一个人养活着自己的孩子 钱都用在孩子身上 而且她并不知道这些违法提出的存在 干人心酸的是 她憾心如苦养大的孩子 却在去年被谋杀了 白发人送了黑发人 她还哭诉孩子被杀之后 社会保障局还要她给孩子缴纳保险 她没有缴纳 却被判了违规 她去社会保障局处理违规问题 然后车又被停了 又得叫罚款 后来她太穷了 车都没钱修 车速表坏了 然后她抄诉了 又违法 还得交罚款 接着她因交不起房租 又被要求搬离公寓 她上诉希望能够宽限她一段时间 就在上法庭的时候 她的上诉被驳回 她得搬家 车又被停了 她没有钱 只能露宿街头 然后去慈善机构寻求帮助 慈善机构的求助审批复杂 她需要很长时间 她为了缴发单的钱 只能去银行 将自己卡里的零钱全部取出 取钱的时候 车又被停了 要交100美金的罚款 可刚取了的钱都不到100美金 这可真是祸不单行 为啥都是夫双至祸不单行呢 当发生一件坏事之后 心里承受不住 状态就会不好 状态不好 做别的事就会犯错 就会引来另外一件坏事的发生 可她真的违法了吗 没法了 但她如此被她的处境 根本无法拿出那么多的罚金 卡普利奥定住了 她在思考 法律还是人情吧 老卡普利奥说 我不会让你口袋里连五美元都没有 她直接取消了女子的所有罚款 这个视频在网上传播很快 点击量很快就上亿了 卡普利奥也迅速走红 而很多人知道她非常善良 非常同情被告之后 也想利用自身优势 让卡普利奥撤销对自己的控告 比如说下面这位丰满的小姑娘 她缓缓走了上来 她还戴了一个意大利国旗的口罩 因为她知道卡普利奥是意大利的后裔 然后她还说 你认识我爸爸咱们都是熟人 你认识我爸爸 其实你认识我爸爸 你认识我爸爸 我认识我爸爸 对 Lui Mansa Lillo 哦 那是你爸爸 对 那是我爸爸 他告诉我他最初次见他有美丽的女孩 他说他有美丽的女孩 他应该是你 我自己的女孩 哦 哦 他还开始大肆夸赞 卡普利奥和他的助手奎恩 都是大帅哥啊 很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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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大佬爷们都不好意思了 是不是眼神不好 我给你眼镜 你再好好看看吧 行了 到此为止吧 说正事吧 卡普利奥说明他犯了什么错 很简单 就是闯个红能 卡普利奥说 你需要根据要求交罚款 女孩看套近伙和夸奖都没有用 那就学上一个案子 那个说自己多惨吧 明显这在卡普利奥这块不太好使啊 因为他知道他认识他们家人呢 女孩家里非常富有 认真的吗 是认真的 看这招不好使 他开始用上我上面有人了 我妈和市长是同学 但仍旧不好使 罚款他是交定了 从以上两个案子能看出 老法官卡普利奥是非常明辨是非的 不是一位的 就你给我卖惨 我就能同情你 还得要实事求是 而他如此冰沙秋毫 又不是人情 跟他的人生经历 有着很大的关系 他当法官的第一天 就犯下了一个大错 1936年 弗兰克卡普利奥出生在美国 父母都涉及在里的移民 家里条件非常不好 老爸早上4点就出去工作 是一名送债工 在送债的时候 即使是有家庭支付不起牛债费 他还会继续送 然后自己掏钱支付这个费用 当然他也是看在这些家庭都有小孩 他不想让孩子受苦 父亲的品质影响到了卡普利奥了 卡普利奥从小就要做一名律师 父亲跟他说 如果真的成为了一名律师 遇到穷人打官司 绝对不要向他收费 卡普利奥上了大学之后 家里无法负担学费 他就一人打三份工 洗碗擦车去给报社送报 凌晨两点就必须起床 他没有见过洛杉矶早上4点的太阳 因为那个时候他正在低头工作 卡普利奥大学毕业之后 担任了市议员 1985年 将近50岁的卡普利奥成为了法官 也不是什么大法官 他只是在他们镇子上 处理交通罚单的这个法官 他当法官的第一天 就出了一件让他终身难忘的事 一位母亲因为韦庭需要交纳300美元的罚款 可他却没有那么多钱 卡普利奥为了树立自己的微信 他觉得法律规定如此 你交不上跟我什么关系呢 于是强硬的判定 这位母亲必须在规定时间内交足罚金 要不然就会得到更严厉的惩罚 他的行为被父亲知道了 父亲严厉的批评了他 并跟他说 你是一名法官 有确定他人有罪无罪的权利 虽然只是交通问题 却可能因为你的判罚而影响此人的一生 他们虽然犯了错 但他们都是活实生的人呐 卡普利奥觉得父亲说的对 从此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如此鲁莽过 卡普利奥有温度的法庭 从这一刻也就开始了 前些年卡普利奥的小舅子要拍一些纪录片 于是就把镜头对准了自己的姐夫 将卡普利奥的法庭内容拍摄下来传到网上 本来枯燥的法庭审判 却因为卡普利奥的温情和善良幽默 变得非比寻常 流量层层的 最高单支视频更是有2亿左右的播放量 卡普利奥一下火了 视频更是三度入围了爱美奖 一位索马里的粉丝竟然想要送他一匹骆驼 可非议也随之来 法庭是攻击的 你自己拍摄法庭内容 然后走红收益都落在自己口袋了 据说就流量收益每年都超过10万美金 换算成人民币那就是70多万 算不算是公器私用呢 市议会对此事进行了调查 当地的州政府在2015年 就同意大众拍摄法庭内容 他小舅子算大众吗 那当然算了 那就没有问题 此事一出 虽然最后市议会说明他没有犯错 但卡普利奥也觉得自己的名誉被玷污了 于是他选择了辞职 当然也是因为自己年龄太大了 都80多了 辞职之后 他转向了公益 他以他父亲之名成立了奖学金 帮助家庭困难的学子完成学业 自己也望里搭了不劳手钱 卡普利奥曾经说过 他非常幸运取得了一点成就 但只有自己爬上成功的阶梯是不够的 如果有能力 也要为别人搭建通往成功的梯子 2024年88岁的卡普利奥被诊断一线癌了 他接受了华人医生张玉娇的治疗 张玉娇在9月1号发微博称 卡普利奥接受了放疗 目前状况良好 最后我们祝他战胜病魔 继续为这个世界带来善意与温暖 期术观 金字幕包裹联 咱们下期见